好不過接下來這場合 跟剛剛的場合氣氛又不太一樣 這是民進黨政副總統候選人 這個同一晚 南北同時搶公票倉 蔡英文的新北市募款三會 一個晚上進帳將近三千兩百萬 而副手蘇嘉全來到邱毅的選區 替民進黨立委參選人趙天麗站台 她再次替自己的農舍喊冤 她說自己不覺得委屈 岳母也能夠體諒她 蘇嘉全南下高雄替立委參選人趙天麗站台 這也是邱毅的選區 非邱毅連環報的蘇嘉全一站上舞台 就要選民不要選整天爆料的立委 有剛才說不定 有剛才就讓他割 有剛才就讓他抓包 我們選這個立委 你選出來是我們高雄市 最大的鼓勇 農舍風波延燒一個多月 蘇嘉全說就因為農舍有人罵他肩膀太軟 沒有能力保護妻小 但她說自己不覺得委屈 岳母也能體諒 所以我快得斬斬亂麻 我說我觀察 雖然我不敢 雖然我沒怕 他可能就要對我 開始去住其他地方 但是我願意 將這個議題到這裡結束 民進黨政府總統候選人 南北分頭搶票 蔡英文新北市募款餐會 擠進了上千人 人手拿一個便當 上看一萬元 洗開兩百桌 一個晚上賺進三千兩百萬元 為了連任 連和平協議都給共產 連公投也講得出來 你就知道說他真的很焦慮 蔡英文鎖定和平協議和公投議題 猛攻馬英九 抓全替自己的農舍爭議喊冤 綠營正副總統候選人 同一個晚上 南北分頭造勢 搶攻票倉 最近台北高雄 綜合報導 一看 一看